我開始寫這份清單 是在我媽第一次自殺未遂之後 二十三 二十四 好事清單雖然它只是一張一張的紙 可是它每一段紙上面它其實都承載了一段很細碎 但是又很有重量的記憶 中間就是情緒還滿起伏 就是有很感動的時候 然後也有很好笑的時候 我覺得是那個演員帶領大家的情緒帶得非常非常的好 整個表演是很即興 有打破第四道牆的感覺 可以跟表演者有一個很密切的互動 然後可以從他的角度來思考 他會立在這些清單背後的原因 雖然這個劇本可能是比較沉重的 但我覺得它也用另外一個方式呈現出來 可以在戲劇中體驗不同的人生活 是一件非常滿足的事情 他把生活中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透過一個想望或者許願 然後讓自己可以 move on 我自己的好事清單 如果是以今天來講的話 就是看了好事清單的飾演版 跟喜歡的人一起坐在一個地方 但是不用說話 我的家人都好好的 2024好事會發生 好事清單3月15到3月24 感動回歸 感動回歸